你看这一棵红枣树 它只有一米高 只有一米高 就这么高 结满红枣 可好吃了 可甜了 这棵红枣是比较高产的 含糖很高 特甜 这个品种好 然后这一棵呢 这一棵是我去年假接成活的 结了一棵红枣 一棵也好啊 起码它在结 给你们看看我的假接口 这个地方就是假接口 我用的是披接 所以说 今年就给我结一棵果子 让我 给我一点惊喜 同样的 这一棵也是去年假接成活的 看假接口在这个地方 这一棵就结的多了 已经长到有一米五高 你看它结的果子好大 多漂亮 还在开花结果 这个快红了 这一棵也是假接成活的 然后这一棵呢 这几棵都是去年我假接成活的 你看这个假接口 假接口在这里 大接口在这里 它也结了 你看 也结了红枣 结了以后 直接也是只结了一棵 这还结了一棵 结了两棵 然后它在下面 你看 它在下面 这个是假接口 看到没有 然后这旁边也是最同样的一棵 它这一棵发出来的就是它母猪发出来的 它如果接的话也是不好的品种 所以说我就可以把这剪断 所以说我就可以把这剪断 在假接我喜欢的品种 这些都是我假接成活的 给你看看这棵 这棵果树 这棵红枣树 结的好漂亮 树果累累的 我最喜欢红枣了 这棵 这棵我已经种了有十年了差不多 有十年了 是朋友送给我的 是直接也是那个红枣树串根 串出来以后 然后我就在它家去把它挖 挖了以后种在这个地方 种在这个地方 种了大概四年以后我就搬走了 就没管它了 租给别人这个房子 然后他们都没有浇过水 因为红枣树的根 它是扎得很深的 所以说它没有死 等我在四个月前 又搬回这个房子以后 它还是活的 但是当时搬回来的时候 已经长得很不好了 正好是四月份 四月份也是快发芽 正是发芽的时候 所以说我就给它放了很多底肥 这下面放了很多很多底肥 所以说今年 就丰收了 然后这旁边也浇了一些水 就发了很多串根串出来 我也挖出来了 挖出来了 就变成新的红枣树 然后给你们看这个串根串到哪去了 你看这棵红枣树在这儿 这边有一棵橘子树 我昨天才发现这棵橘子树下面 你看红枣树串根 居然串到这个地方来了 看看这个 这个红枣树 就是从我那个母株上串根串出来的 我就挖到花盆里养 活了 活了好几棵 我挖了好多棵 挖了七棵 这么几棵 然后这是一棵 也活了 这是一棵 也活了 这棵小小的 也在长 粗壮成长 然后里面 这棵大一点 我故意不要把它剪了 故意让它留这么长 也活了 这里面还有好几棵 都活了 然后这边 这边这几棵也活了 明年就会长得很旺了 今年刚刚挖出来 养根 所以说 我就喜欢繁殖 但是有一点 你必须要确定 你必须要确定 你这个红枣树 这个母株 它是没有经过架接过的 是原生态的 是从根部挖出来 然后种下去的 好的品种 然后它下面串出来的根 你才可以把它挖出来 养根养好了以后 拿来重新种 或者是送给你身边的朋友 它是 它这种红枣呢 它就保持了母株原来的 原来的品质 它是优良的品质呢 它就是优良的品质 它是甜的就是甜的 如果说经过架接过的 红枣树 就像我 告诉你们的 给你们看一看 就像我这棵 这棵 经过架接的 你看上面接的果子多漂亮 这么大这么大 一颗一颗的 它是长得很漂亮 它上面 从架接口到上面长的 一定是和它母株 是一模一样的品质 有两种品种 但是它这个下面 从下面串出来的根 就不是这上面的好品种了 就一定是从这个架接口下面的这个株 它比如说如果它是酸枣 它从下面串出来的根一定是酸枣 所以说你挖出来呢 只能作为真木来 在第二次架接 但是不可以直接送给朋友 因为你送给朋友就是酸枣 酸枣 一般的人不会很喜欢吃酸枣的 或者是其他不好的品种的枣子架接的 所以说一定要牢牢记住 你要挖出来的红枣串出来的苗 一定要是原生态的 没有经过架接的 这样的话 才会保持它原来的品质 记住了哈 那我呢 等到天气凉快的时候 我还是要把我这几颗架接过的 这一颗 这一颗 还有其他其他所有架接过的 不是原生态的全部挖出来 因为它会串根嘛 串出来都是不是很好的品种 挖出来重新养到另外一个地方 或者是送给朋友 送给朋友 因为它不需它串不串根 对于他们来说都无所谓 但是都由于我来说 我喜欢它发很多很多的新芽 或者是算很多很多的新苗出来 这样可以生 可以有很有成就感 又挖出来又是一颗 那接出来的又是这么好的品种 所以说 让自己花园里也保持 即使串根出来也保持很好的品种 你看这个红枣 那边已经接了很大了 这边还在开花结果 长得这么旺就是因为给肥给的好 那还有一点呢 要告诉大家 很多人都说 它的红枣树 接的非常非常少 或者是甚至是不接 为什么呢 告诉你最简单的原因 没有付出就没有收获 这句话你懂吗 那也就是说 你不给它吃营养 不给它 不给它肥 它当然不会开花结果了 它当然不会接那么多果实给你吃了 所以说 果树也好 人也好 都是需要营养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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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